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5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香港時間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繼續和大家 揭露國際時事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方 其實 我比較喜歡 John Connor這個名字 大家應該知道 那個分別在哪 我們在不同的時勢 需要不同的人 我們正在 是叫做亂世裏面 在亂世裏面 需要更加多 可能是更加勇猛 的英雄人物 所以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甚麼 在2019年的時候 會有這個名字 的主持出現 我們這一節要和大家 鏡頭一轉 不要經常覺得俄羅斯 是沒有關係 俄羅斯 就來打敗仗也不但 更加 現在是被警告 被警告 俄羅斯 1917年 爆發的二月革命 有機會再出現 這次 警告普京政權的 正正是華格納集團 華格納集團 的 普利哥津 或者普利哥富 好了 路透社 跟普利哥津 做了一個專訪 然後就是發佈 在這個專訪裏面 華格納集團的首領 大談 俄羅斯 現在做了很多 錯事 俄羅斯 不僅面對 俄烏戰爭失敗 更加 原本的目標 完全達成不了 有很多人開始 到底質疑 為這場戰爭 是為了甚麼而打 因為俄羅斯 有大量的人 喪生 和這個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俄羅斯加入這個大戰 有甚麼 都做不到 是一模一樣 俄羅斯 不僅 不是強國 更加證明了俄羅斯現在 其實是跟沙皇時代 是一模一樣 還有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 跟俄羅斯 也是一樣的 不停地跟你宣傳 自己如何偉大崛起 實際上 他們 這些垃圾國家 一直 都追不到世界 一直 他們處於的水平 就是跟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一模一樣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是兩個後備戶口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希望你是付費支持我們 請訂閱我們的Patreon 這是我們的法定廣告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敬請所有聽眾 記得一定要支持 你一定做得到 我們又勤力 請大家都勤力 請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 我們 還有一種方式 這個叫做Py Network 安裝了的朋友 敬請記得 記得禁閃電鍵 這個邪惡軸心 互相 為對方掩護 這個 數給大家聽 叫做俄羅斯 叫做白俄羅斯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有 北朝鮮 還有伊朗 你數得出 對世界 又能夠構成威脅的 主要 是這幾個國家 其實白俄羅斯沒有 不過白俄羅斯 就在歐洲 而且在俄羅斯的旁邊 而這個 白俄羅斯的總統 努卡申霍 據說 亦 病入高呼 快要死了 所以白俄羅斯 亦有機會出現變天 假如白俄羅斯真的是變天 俄羅斯 很可能也會同樣地 因為現在 俄羅斯 一場戰爭 就是敗局 跟世界作戰 跟烏克蘭作戰 還有 跟人民作戰 所以 俄羅斯亦有反抗軍 攻進去俄羅斯境內 假如 白俄羅斯或者俄羅斯率先倒下 這個邪惡軸心聯盟 就會 好像骨牌一樣 所以無論如何 是否能夠立即 拉倒中共 不是最重要 因為 世界將會 是會繼續圍堵 中國大陸 而且 少了一個 原本以為強而有力的屏障 在他前面 對中國大陸 開放做生意 的原因 就是因為原本的美國國策 覺得 要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用來制衡著 俄羅斯 而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徹底 站在俄羅斯的後面 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假如俄羅斯 普京政權被瓦解的話 就變成了全世界鎖定 中國大陸 變成了俄羅斯 說回華格納集團 華格納集團 首領接受訪問 大爆 現在俄羅斯 隨時再搞下去 就要爆發 1917年 的革命 當時 1917年是叫做2月革命 當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入面 俄羅斯帝國 在軍事上 節節敗退 而且 整個國家上下 無心戀戰 有大量的人被擁去做炮灰 被擁去 跟現在的情況差不多 俄羅斯 過了100年 一樣是一個垃圾國家 跟中國大陸一模一樣 結果在1917年 俄羅斯爆發了大革命 這是第一次是2月革命 10月革命 就是紅色革命 我們這次說的是2月革命 推翻了 沙皇 俄羅斯當時 就是因為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使得 國內 的厭戰情緒不斷產生 當時 除了戰敗之外 真真正正 摧毀沙皇的 就是因為人民 看到整個政權的腐敗 所以 戰爭 未必足以 擊倒一個政權 但是他的腐敗 就在 戰爭裏面 被完全表露出來 中國大陸也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中國大陸的腐敗 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瘋狂的五毛 和小粉紅 繼續在 煽動 假如 中國大陸 真的 發動一場失敗的戰爭 他們就再也 掩蓋不了 這個 腐敗無能的政權 說了多少謊 所以 為甚麼 獨裁者 發動這些戰爭 到最後會變成自己推翻自己 就是因為 原本 已經是千瘡百孔 的一個垃圾政權 裏面的腐敗 透過很多管制的方式 將它掩藏 但是當 受害 群眾擴大 就好像在打俄烏戰爭一樣 有大量的人 被迫 需要送去戰場 普利哥津也在說這件事 越來越多俄羅斯的士兵 他們的家人 是想反抗 因為 他們的兒子 被人送去戰場 被人送去做炮灰 但是 在國內 的精英階層 既得利益者 他們吃得飽 穿得暖 被送去戰場的人 吃不飽 穿不暖 裝備被人拿去探戶 原本已經知道你的國家 是如此腐敗 打仗的時候 同樣如此腐敗 同樣做出所有這樣的行為 在1915年 1916年 俄羅斯 俄羅斯帝國做的事 跟今天的俄羅斯 是一模一樣 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 現在的貪腐 推民眾 去做解放軍 去做炮灰 他們自己 躲在後面 在網上 玩小紅書 用小紅書 起人底 他們不會去打仗 他們只會在小紅書 搞中港矛盾 所以 其實 中國內地 也是一樣 有很多人對於這群五毛共匪 對於這群戰狼 其實也是相當不滿 所以大家 不要忽視 雖然現在 中國大陸官方輿論機器 是借助 現在的國家機器 去推動中港矛盾 實際上 幫不了他們 延續他們的政權 幫不了多久 始終 有很大的極限 俄羅斯也是一樣 俄羅斯由最初 國家機器 宣揚對烏克蘭的仇恨 宣揚烏克蘭有新納粹主義 再去到 說要用特別軍事行動 把烏克蘭 裏面的新納粹主義粉碎 再去到 現在 反台的人 比支持你粉碎納粹的人 因為 粉碎納粹就粉碎不了 粉碎了大量俄羅斯的士兵 粉碎了大量俄羅斯的家庭 粉碎了大量俄羅斯的韭菜 韭菜也會反抗 韭菜知道自己被騙 還看著 俄羅斯的特權階層 繼續 自己就吃得溫飽 繼續在貪污 連送去前線的裝備 他們也還要貪污 明明就是 正在打著 普利哥津也說 他說 每個月這幾個月有1萬個新兵來 但是我們根本就沒有可能直接推上去戰場 因為他們要接受 基礎的訓練 那麼 你又沒有足夠的資源 他們又沒有足夠的訓練 然後你就叫我去打巴格穆特 巴格穆特成為了絞育機 然後只有大量 俄羅斯人 被推去做炮灰 他說現在 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士兵 會站起來 預備是要革命 那些士兵的家人 也是站出來 要預備革命 他說現在有成千上萬 這樣的俄羅斯人 事實上 普利哥津所說的話 並不是 虛構 而是實際上 俄羅斯人真真正正 是有人在做反抗 所以 我們再見到 這個是旁邊 的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的景況 也都不見得太好 所以 有些時候 這個就是 鬥爭 大家說 是要推倒的政權 說 是用性命雙搏的事 這件不是遊戲 這件也不是畫面漂亮的事 這件是一件 很重大的鬥爭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你要魔 就放過這一群魔鬼 你要魔 就是跟他抗爭 跟他鬥爭 一定要 是要有決心 這一群魔鬼 絕對是會掙扎到最後 這個也不是 玩家家走的遊戲 但是這件事 確實 正在發生 確實是有這樣的可能 而這個可能 是非常之現實 這一群邪惑政權 我深信 到最後一定 會被瓦解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今天 的話題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到